今天這個畫面 這個好想知道耶 對 這真的很猛烈 這邊不是巴西嗎 巴西嘛 當然是這個要有說服力 而且這個人很現場喔 瑞典 你好… 來財客 不要臉… 好…等一下 這個統計數字哪裡來的 我不相信 來…這個是在丹麥 有一個交友網站叫beautifulpeople.com 他們宣稱 顏值不夠 請滾開 OK 這個是宣稱而已 對 沒有 因為他們是有一些統計 就是說各國申請加入的總人數 還有成功獲得會員人數 會員身分的人數的比例上來說 因為你長得漂亮才會配對成功 美女跟帥哥最多的就是瑞典 真的假的 真的嗎 beautifulpeople.com 那個是要先篩選的 就是那個交友軟體 它會有顏值的限制 你要先照片審核 夠帥 夠符合條件 它只會讓你進入他們的會員 講瑞典還真有說服力 馬丁 對…高帥 很標準的一個帥哥 我覺得我很喜歡沒有說柴客嘛 你讓我們很尷尬耶 馬丁算帥的啦 帥的高帥 對 我這樣還算 在瑞典人家看不起來 看得出來啊 我們看得出來 你在瑞典算可愛什麼對不對 然後算矮的 因為瑞典人都好高 大概都120 馬丁塊190吧對不對 對 190 同意嗎 新加坡 是漂亮 但我以為是法國 妳以為是法國 法國應該是打扮 對 我真的以為是法國 法國排名是第9名 然後第10名是巴西 我不相信 看一下… 你生什麼氣啊 我們連進去都沒有進去 什麼都沒有耶 這是統計過的喔 我跟你講 等一下…這個有種族角度 沒有亞洲國家 所以討厭不是巴西最後一名 是阿基丁比我們要在前面的 阿基丁比我們要在前面的 阿基丁比什麼 那是踢足球啦 他肯定有偏見 因為這個網站是丹麥人的 他是有偏見的 合理 對啊 能有誰聽到 誰知道那個漂亮的人 這個是全球網友的 我們也沒有聽過 日本也是很漂亮 對啊 可愛的都是日本女生 不是嗎 對啊 然後我們瑞典皇室 有皇室的國家嘛 對 日本有皇室 我們是評選出來喔 希臘不是有那種美學 有 雙紅雞比例 長寬 然後像Sandy一樣那種巴掌臉這樣 謝謝… 非常漂亮 評選全世界 平均最高的 歐洲最美的公主跟最帥王子 投票出來選的也都是瑞典人 沒錯 好得意喔 怎麼樣 這個就沒有意義了吧 很少那個話題喔 讓大家都覺得不爽 對啊 認… 光是歐洲的白人 他們的鼻子都是 就很像那個櫻溝筆 上面這邊會再突出一些些 一般的美國人的話 這邊是平的 像那個山坡一樣 對 因為他們的種族 從這邊就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真的不是說白人都一樣 是完全不同 對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評比 那就是算歐洲那邊 等於說這個評比 在我們亞洲這邊是不認證的喔 不認證 對啊 這樣說說可以 不算 不算… 我覺得是推遍流流 最受歡迎的異國戀國家 就大家最想跟這個國家的人 談戀愛 我覺得是法國耶 應該對 美國吧 法國 美國 真的嗎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跟你說其實我在 我在跟台灣人士的時候 特別是女生 我說我是從美國來的 他們眼睛亮起來了 真的嗎 我已經結婚了 我是台灣嫁傻 OK 但是他們說沒關係 你有美國的朋友可以介紹一下嗎 你是安祖 對 我是Macintosh 對 覺得是法國耶 對啊 我們是最浪漫的國家吧 我也這麼覺得 你們這麼決定是你們最… 來… 因為他們在交友軟體 Tinder上面有分析 用跨國護照功能 分析出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的 跨國鏈城市 美國城市佔了前… 總共有三個名了 加利福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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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利福尼亞 但是法國巴黎是第四名 日本東京第六名 然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是第八名 對啊 難怪是因為是永久軟體的 我們不是喜歡永久軟體的 我們也是美國的 對 但是大家都會看哈利物的電影 這個應該可以證明 我們美國人真的是 大家一國連的對象的第一 No.1 沒有 我覺得只是因為 你們講英文 大家比較放鬆 不然你看巴西 我不會講你們的語言 因為你們講什麼 不知道怎麼聊 而且我們不太喜歡永庭的 超不浪漫 對啊 太假的 妳在…叫軟體的 一直在說慌 我是這樣… 沒有… 沒有… 真的 好 你聽我講 我覺得你立正在看 就是美國有點像一個蜘蛛餐 你有什麼口味 你自己可以選 不好意思 是… 對 來… 性行為最多的國家 來 不要講了啦 這就是那個瑞典啦 瑞典啦 瑞典啦 對啦 瑞典這麼大國 義大利 走一走都可以做起來 法國 沒有啦 沒有啦… 謝謝 這跟他公文有關係 法國 這個很有趣 這是保險套的知名牌 杜蕾斯公布的全球性調查活動 然後調查來自41個國家 有超過35萬人次 然後就指出 全球一年平均性行為次數 最高是103次 就是大家的 一個禮拜 2.1 法國人居冠 高達137次 也就是說他一個禮拜要做到2.8次 為什麼會有少數點 不是啦 平均性 對啦 我想說那一天時間 2.1次就兩次 有一次 我老公回來了 什麼意思 是平均啦… 日本人是倒數第一 一個禮拜 真的喔 對 未一年 沒想到耶 對 一年是說 對 可是你們黃色產業是 我們應該最… 因為都不是真的 而且他們生小孩之後 會房間分開對不對 會分開 無性婚姻 對 不要吧 壓力太大了啦 日本人壓力太大 只能會做A片而已 在路上走一走都可以 回家買可樂 真的 對啊 就是一個禮拜 兩三四就是整場的 對我們來說 兩到三次就是整場的 而且我還在法國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他的男朋友 可能一個禮拜 剪面了一池 所以他們 是補充嗎 我說你不會累嗎 他就除職了 然後他說對啊 一整天 對啊 因為我們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都沒有剪面 所以就要 補充一下 對啊 補充一下 男生不就被炸乾了 因為結果叫小別勝新婚 因為都沒有見面 然後八次完了以後 對啊 對 下個禮拜我又去 差不多膩了 沒有 我下個禮拜要出國 那才把下禮拜的也做完了 對… 可是他們做的事件搞不好很… 很斷我不知道 你永遠知道啦 人家上次表現也不錯啊 而且憲哥他們都眼神交流 比如說在酒吧 看一看… 對 不用講話就可以出去 對 他們都用眼神溝通 然後都知道等一下約哪裡 對 就這樣看著… 等一下就知道420房 大概就這樣 這也太厲害了吧 馬丁說 因為他住的那個鎮很小 人太小 對 只有2000多人 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一見面 OK…兩個就去了 對 你可能是我的叔叔 他可能是他的嬸生 對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表兄弟 你好… 你好… 所以他交織成一個愛情的網 所以每一個都… 他們真的很自由啊 沒有…因為他說 因為瑞典人那麼少嘛 我們如果結了婚以後 然後發現我們興趣不合 那怎麼辦 所以他會這樣 不錯 那我們再進一步交往 看能不能談戀愛這樣子 這真的是滿特殊的 真的… 而且瑞典是北歐地最大的國家 那你怎麼願意到台灣來啊 對啊 每一個地方住一段時間 對啊 他們還講說 瑞典還講說 因為瑞典人平常都比較冷漠 然後不喜歡跟陌生人相處 所以一見面就先這樣 因為不然下一次再遇到有人 跟你講話已經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對 所以他們就是很珍惜所有的機會 對啦 巴西沒有進榜也怪 我跟你講 法國可能是次數最多的 可是平均最好的還是巴西人的 我跟你講 你要證明給我們看啊 你要怎麼證明… 有一個叼掌報告出來是說 全世界第一名就是世界 最長的就是我們巴西的 他們說他們34%的人 能夠有46分鐘以上 最少 46很短的耶 前15我們瑞典人就46了 你最近嗎 我脫衣服都46 手壞掉了 你手… 手壞掉了是不是 不會開扣子 可是我們巴西的新生活 是比較早一點開始 因為我們法律上是14歲就可以開始 你們14歲 好 現在台灣就要去關了耶 我們也是啊 台灣好像46吧 14歲毛也都還沒長 14 對啊 大部分的人15歲 爸爸 爸 沒有 16 我們16嗎 台灣是16 爸 16 OK 好…來… 好恐怖喔 好…